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十一进十的比赛有哪些精彩的看点 哪些选手将突破自我改变演唱风格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去彩排现场来看一下 那本周我们十一进十的比赛主题是 我咬你不知 那这一次呢除了就是要体现我们坏女 除了音乐以外啊 我们就是坏了女生们的另外一面 今晚的比赛中 每位学手都会有颠覆性的才艺展示 彩排现场 导演组对这一环节非常保密 这些未知将是今晚晋级赛的精彩亮点 上场比赛中段灵溪一曲难道唱醉了人心 吉他也是他一路走来的杀手锏 在彩排中 小锅盖头翻唱天后王费的传奇 虽然在音色上不比原唱空灵婉转 但段灵溪自弹自唱的风格 细腻的处理 也让观众对他的表演充满期待 一直在舞台上安静唱歌的杨阳 一路走来总是惊险惊惊 为了突破以往的风格 杨阳在彩排中首次尝试舞蹈动作 一曲唯美的云儿 配上优美的小利斗 令歌曲更显意境 喜欢用高音征服大家的实力唱奖郁佳丽 这次要再次挑战高音 一首纳音的征服 就这样的心上哭 写着的所有的路 我的心情是先祖 我的写命是孤独 不放 可爱 为深难以经历 不懂挣扎 不放 可爱 为自己的心 找你了家 也很伤心了爱 也很爱 你只是爱的回家 从这次参赛歌曲的选择上来看 选手有的依旧保持自己的原有风格 而有的则是希望在接下来的舞台表演中寻求突破 今晚一向甜美的路易将向自己的偶像李宇春致敬 演唱师姐李宇春的歌曲《下个路口见》 李宇春的这首原创歌曲曲风轻快 节奏强烈 律动感十足 与一直以来路易在舞台上甜美大方 安静唱歌的形象反差很大 一直以来喜欢 安安静静唱英文歌的大嘴美女王毅杰 这次舞动了起来 选择的歌曲也较之前更加人心 人气王刘欣 这周将挑战一首日文歌曲 电影海角七号的主题曲 巨星泛十足 巨星泛十足 今晚的集体秀 十一位快乐女生将共同演绎张国荣的经典歌曲 我就是我 这首歌娓娓道来的优美旋律 仿佛唱出了每位快乐女生 发自心底的声音 这首歌娓娓道来的优美旋律 这首歌娓娓道来的优美旋律 那我们这一场十一禁十的比赛中呢 我们的评审依旧是由三方评审组成 我们的专业评审 我们的微博评审 还有我们的大众评审团 那我们的专业评审呢 是由小柯老师 海权老师 还有新增一位女性评委 这是我们的发鼎鼎老师 鼓掌 上周五结束的快乐女生总决赛 第一场比赛 微博评审语言犀利 和专业评委对阵成为一大看点 今晚的比赛将继续保持 微博评审的热度 我们还了解到 在十一禁十的首轮环节中 除开小考末位待定的选手 直接进入中级PK之外 剩下的十位选手 将根据场外关注度的排名 产生两位队长 分组布阵两两PK 谁会成为决定小组命运的两位队长 他们又将怎样挑选队员 保证小组晋级 唱功人气较弱的选手 怎样在被选择中反败为胜 一对一的PK 即将上演怎样的攻心计 更多悬念和精彩 都将在今晚的比赛中一一揭晓 今天晚上的比赛过后 又有一位选手要离开快乐女生的舞台 究竟会是谁呢 不管怎么样 都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面演唱的机会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有请到的是 山河老师来点评一下快女十一场 山河老师呢 可以说是我们快男快女的老朋友了 她多次出任音乐总监 今年呢也不例外 那么在她的眼中 我们的十一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一起来看吧 最主要的就不是踩别人脚热来走的 像实力呢 就是郁嘉丽啊 红传啊 王毅杰啊 还有偶像加实力行 刘欣就是代表 因为刘欣呢 她在韩国接受过艺人去联合 而且她参加了很多比赛 上过不同大小的舞台 因为她的经验和经历 其实她具备了一些方向感 她的那种性质可能有一种 有一种冷 这冷中当中可能会 现在乍一看她会觉得很不一样 这个比赛当中 如果让这个比赛 在原来的平衡状态上 让这个新鲜不褪色 我觉得是她的问题 像郁嘉丽她很淡定 她很聪明 她这次唱这个保镖的唱 她清唱的时候 昨天我们排练回客的时候 就非常聪明 而且这声音不是一直一再 在口中这窝的那扎牙的 那个很受伤的声音 她也能够把位置转化过来 很聪明的 你看到赵金西就觉得想疼她 因为她特别好玩 她长得不漂亮 不俊 用我们北方人讲话 她不漂亮 但是就觉得你跟她没有距离 在复杂的色彩之余 他们就占了一个小便宜 在台上能够有一寸干净的东西 让他们来占 你像李斯兰迪 他们都飙完了 都已经还是热歌热舞完了 刚突然间听到一个安静的 这个是一个调整 段林熙没有唱过音乐学院 也没有什么好的学院 但她挺会唱歌 但她会唱歌的前提下 她有时候这个母戏并不完整 知道吗 她这个红涌枪 那个尖是顿的 或者那个杆不够长 有的时候你用起来的时候 会遇到尴尬 我昨天还跟段林熙讲 我说你永远是这个同花头 戴一个眼镜 你又不是搞英伦的 你这样去做 我说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偶然性让大家认识 觉得眼镜 而且还有点意思 我说你作为一个歌手以后 如果我们比赛完了 你一辈子是这样吗 你一辈子拿这种腔调唱歌吗 我认识你以后 为了要做的工作 DL其实我觉得 那个单单还好 昨天主要是那个 那个那个 对 昨天我给他 主要是针对他来听闹 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他还没找到自己的音色 所以他的声音 没有音色 这个音色出来以后 不许代表 苏妙灵很淡定 他私底下就那样 话也很少 或者说他说话就很简单 从来不超过五六个字 他可能说话语速就那么慢 他偏信了 苏妙灵 你没拍取代 你看到他 就觉得他不一样 李斯坦尼 他就是舞台挺的 他的肢体很新颖 就是不一样 他跟蔡依林 绝对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没有蔡依林的舞蹈功底 但是他有想象力 他有那种力量 power 还有那种时尚的那种 肢体的语会去想表达 我觉得欲望是第一的 他有这个感觉 而且他唱歌在进步 可以再看看他 这次的表演就感觉到了 这个陆毅呢 他唱功也是 现在不再缺乏 我们叫积极 感觉唱什么都四斤八两 总也没有足斤足两 这个东西 像他那种又时尚 又乖乖女 而且又 就是那种 很萌的那个小女孩 而且还有锐度 就是你刚刚提到 是这个 像这辣的女人很需要 不要担心王一杰 因为他唱得很好 这周不知道为什么 原因他被带定了 他的支持率没有那么高 因为大众投票最后决定生死 所以我觉得 这个赛制对他来说 我有点担心 王一杰本周小考试力 将直接站上终极PK台 那他能不能够像郁佳丽一样 这个成功的反击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今天晚上他的表现 那听过了山河老师的点评之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微博评审团思思老师的意见 是什么样的 我是以赛老师 红 橙 小小的身体 大大的能量 有个非常意想不到的POWER 他上高音的时候 在一个火箭一样 直冲一枪 可是我觉得呢 他有点不足的地方就是 他在前面走得太顺了 没什么直接进去 所以说其实这两个人 不知道知道他 所以偶尔其实带命一下颜色 让我这样子就是有精力一点的那个批评还挺好的 不要让我一直这样顺下去 段灵溪我觉得他其实可以算所有的快女比赛里面弹吉他的里面唱功最好的 我个人认为要强于属飞 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你对我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他觉得他歌路稍微有点窄 这种歌路特别窄的学手 可能要为自己的以后多强一点 思思老师 你没有发现我的另外一面 以后会让你发现的 我觉得以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特别想尝试一下唱别的歌 就是唱一些比较动感的 有节奏的歌 另外呢 我们的淘宝一姐 库孟宇 因为他的选歌太保守 都选用夜猫中 听完好像没听的 所以库孟宇 不要太小瞧自己 其实我上一场 我在微博上说 我做了违背自己的选择 这什么意思呢 我得请到什么家 帮我帮我帮我帮你家 很多人说 是不是有内幕 是不是有黑幕 其实我跟你说 还真的没有内幕 在郁佳丽和洋洋PK的时候 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 活到郁佳丽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郁佳丽的唱功 真的不合适唱英文歌 不管是发音咬字 气场的温和动作 其实非常的有问题 第二首还是会唱一首英文歌 苦练了一个星期 希望斯斯老师能够觉得 我的英语发音有所进步吧 想要在这儿呢 要特别声明一下 嘉宾的观点呢 仅代表个人的看法 与本台的立场是没有关系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位微博评审 他的身份呢 非常的特别 究竟是谁呢 看了你就知道了 接下来要介绍一位神秘的来宾 就是最近因为我们天天向上 而一胖而红的饺子节目 他没有出众的长相 没有娇好的身材 甚至连话都说不顺畅 却在短短的五分钟里 感动了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 成为这期节目中最大的亮点 他就是人称饺子妹妹的肖美琳 我现在就在你们附近打工 你在哪儿打工呢 在饺子馆服务员 每天上十一个小时班 但是我每次累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楼我就会 这个还会叫啊 对对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录一下 加油加油 明天会更好 就会好了 太热情的观众 叫什么样子 这次快乐女生导演组 邀请她担任本周比赛的微博评审 让肖美琳着实感到受宠热惊 我做梦也没想到过 其实我都现在都还是很 很像一 就感觉像一场 一个魔法把我变的这里来的 都不太清楚 就是大家也许看中我的就是 我很平凡吧 因为平凡的人很多 所以说就 他们就让我来当这个 平凡的一个眼光去看 不过快乐女生本身 就是一档草根选秀节目 快女导演组所看中的 也正是肖美琳所散发出的 不服输的草根勇气 当然我们这个饺子姐算是草根当中的明星 一炮轰之后呢 她也加入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 微博评审大证当中 到底她对我们的 十一位快乐女生的竞技之路 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一起去听听看她的评价吧 我是代表腾讯微博的那个评委 所以说很高兴 我其实刚开始我接到这个 就是让我来当那个微博评审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可能吧 是不是他们找错人了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自己有什么资格去评论别人了 但他们就说 要的就是你不是专业的 我呢从小就喜欢音乐 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有梦想的人是很快乐的 所以说我也会很快乐 意思是丹尼亚 因为我觉得跟她很有缘 再加上她的舞蹈确实很棒 弹踢踢的那个 对 西西 我觉得她也很棒 唱歌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可以闭着眼睛去听她唱歌 内心很温柔那种感觉 饺子姐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 会做出什么样风格的点评呢 本人是特别的期待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也是相当期待的 告诉你们 在这么大的场子里面 周围四周潜伏的都是我们的粉丝 没错 每一届的这个快乐女生和快乐男生 都会有很多很多铁粉来支持他们 当然除了为自己的偶像加油呐喊 你们在微博上网络上对他们的支持 也是决定他们去留的标准之一 所以赶紧来加油吧 五零猛种 五零猛种 她嗓音很独特 然后很有串通的 还有她独特的小熊窝 她超可爱的 我喜欢她牛 还有她的性格特别的直爽 我觉得是女苏丹尼 我觉得是刘欣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红尘 因为红尘她的歌声比较有爆发力吧 然后又国际饭 我们心中的冠军是杜梦妮 红尘红尘 耀眼星辰 红尘加油 她的歌星啊 她唱歌很巴气 很有感染力 我们心中的第一名是红尘 杨光想要 杨阳最棒 杨阳加油 杨阳低调 安静 唱歌好听 她唱歌能够打动人心 唱到人的灵魂深处 她的对手对付她自己啊 她只要超过她自己 然后把自己的心态放轻松 就没有对手 大家都要放轻松 也希望十一强选手 今天晚上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不要让粉丝们失望 接下来呢 要进入到今天的快女快答 快女快答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问你一些问题 快 对快 什么问题 你跟十三家里面谁最熟 父母你 对私底下是什么样的样子 很爷们很爷们 很爷们 然后很仗义 然后很搞怪 有点少色 好 现在可以慢点了 什么意思 对 她跟我们讲 说我就喜欢那种无彦祖类型的 然后喜欢是有腹肌的 有胸肌的 然后身材好的 然后要一米八以上的 长得要好的 就体验 就天天跟你们叨 是不是 对 红尘 现在不动声色 但是记得很清楚 我们俩熟嘛 很熟啊 其实有备案的 上来抱谁的 还有别的吗 还有董灵熙 其实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 非常体验的人 非常细心的人 然后她又非常性感 性感在哪 她身材很好 大家不是看过 那个 就是 他拍那个 他拍那个一周 看的那个照片吗 不是有看过 她身材很好吗 你们懂的 还有陆毅吧 她平时特开朗 然后我就记得 我们那次不是去 游泳池拍那个 水下美人鱼嘛 然后我们家累的 都趴下了 然后她和我 刘欣 两人在水里面游泳 然后还特别能闹 哈哈哈哈 真的 对对对 比较有动力的那种 特别 其实她是个特别开朗 特别可爱的女孩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这个红尘的粉丝 也来到现场了 一放眼后 有的帅哥 有的男生 对 来来来来 有请你 我叫Marco 我是特地从江苏 江苏赶过来的 所以你千里迢迢 风尘瀑布到这里来 主要是 握握手 要个签名吗 握握手啊 来来握手 完全可以实现 来来握握手握手 天哪 你的人生目标 也完全一大半了 对对对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红尘 我就想问她 就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不会有什么 好看的舞蹈带给大家 会 然后今天李福山 你还跟我开玩笑 说红尘 你还让不让我比呢 我想看她跳舞 可以可以 我真的不会跳 走 谁说 谁说不会跳 来 因为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你 我妈妈跟我弟弟都过来了 真的 谢谢 然后我想问一下 因为听说红尘就是很喜欢赛 我觉得还好玩 走哪儿睡哪儿 就找一个没有上车的地方睡 像我我唱首歌给她听到了 好 我们都听到了 来来 I'm all about you I'm all about you No baby should never have to question my love 成姐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自己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呀 是什么呢 偶像家实力派呀 不是实力派呀 见识一下什么叫做 十二 听 还哭的声音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 被祈祷甜蜜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很肯定 可是 可是 得得得得离开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 好 好嘞 红尘同学呢 这两天感冒了 一直在打点滴 那今天晚上的比赛 他能不能够正常发挥呢 就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十一强选手在城堡里面的生活片段 五十多个摄像头 到底拍下了什么样的精彩瞬间呢 赶紧来看 二零一 破了女生十一进十的全国总决赛 马上就要开赛了 小小破破的快女们 每天都在紧张的排列中路过 早上是累得叫都叫不醒呢 把路过管家这个人情闹钟可是忙坏了 编曲软件分为五种 PC 亭谷 编曲软件的名字呢 分为几种 水果 QBS Randle Logic 还有什么 起床了 再见 起床了 大家起床了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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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零 美零 美零你起床了 美零 美零起床了 美零啊 美零啊 美零零啊 美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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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床了 美零啊 集床了 美零集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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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这个随随念已经不太好使了 再看一下 这边 美零集床了 快女们 科夫艰难 终于起床了 又要开始一天的排练 快女生们会让单调的排练陪伴自己一天吗 当然不会了 你看 淡定姐都开始耍宝的演起了感情戏 引众快女们爆笑 陆毅也来凑热闹 上演一段爵士三角恋 来干嘛 这遥远的打货 像吗 差点打了他了 这爸的不像 打不出了声音来 有啊 那怎么办呢 同城你是有多累呀 连路都懒得走了 干脆整个人趴在滑板上 玩起了滑板游戏 你咬脑的啥意思 不知道时间是吧 不给人吃是吧 不给人放工了啊 闲不住的困女们开始找起了镜头的茬 轮番调起摄像头来 小时候去桌子了 不行 就做一桌子了 没听到去 红尘是一位快乐女生里 最喜欢吃冷饮的一个 因为经常吃冷饮 嗓子又发炎了 为了不影响比赛 工作人员禁止她 吃冰箱里的任何东西 可是红尘看起来一点也不听话呀 感冒到红尘终于抵挡不住西瓜的诱惑 红尘要红尘 夏日的西瓜碎美味 可要注意身体呀 慵懒的午后 轻茶一杯 再来一首世界名曲 真是惬意的生活呀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想唱就唱 我是肖肖 那今天呢 又到了我们的抽奖时间了 每周五呢 我们都会送出 由东风日产新 其他提供的iPad新款平板电脑 还有500元的腾讯拍拍网络购物券 让我们的屏幕滚动起来 三 二 一 停 恭喜这位来自山西的朋友 获得了我们送出的大奖 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一道黑夜的光 天亮的容装 你假装的笑张 眼神满乱冰黄 一场负语抵抗 怀向我投降 我绝不肯退让 谁比谁倔强 你勉强的走到 时光的迷藏 梦想得不壮壮 怎么不肯飞伤 一百个人的墙 勇气一上膛 我们穿不装 黑夜里疼藏 别少着心中 不灭的光 让所有远方 为我夸张 纯真的路上 偶尔更慌 别怕朦胧走 向前愁就是希望 一双 冷暖海邀 回头多开一 Crus hhhh 神片妙却天塞向 未拍隔再收